Zither Harp 我们今天华藏道德讲堂 第二天的课 到这里一个段论 我们在教这两堂课 这个情书制药里面 讲这个 道理啊 也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方面 我们要细心来体会 那么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情书制药 蔡老师讲的 因为 他讲的比较现代化 引用古人 对照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现代人的意识形态 我们听起来比较容易明了 那么我们听了之后 佛法讲信解行政 这个信是第一个 第一个有信心 对于这个道理 方法 就是理论上 还不了解 这个时候的信 这个时候的信啊 叫迷信 就才不明了 那么我们就相信 这信啊 这个是迷信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 信佛啊 大部分都是从迷信 而进来的 就对佛的一个 仰慕啊 这样啊 来信佛 对佛法的道理 懂不懂 不懂 就相信了 那么信了之后 接着很重要的 就是要解 就是要去求解 解就是要懂道理 在三字经里面讲啊 人不学不知义 义不琢 不成器 人啊 你没有学习 圣贤之教 就不懂得 人情 毅理 不懂 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啊 不懂啊 为什么不懂 没有学过啊 也没有听人讲过啊 没有听父母 长辈讲过啊 旁边的朋友 师长 也没有讲过啊 所以 我们当然就不懂 所以这个节 为什么要求善之士 要求善之士 求血啊 要去向善之士来求血 那么善之士 也是可以不可求啊 这个也是要靠缘分啊 善之士啊 如果我们跟他没有缘啊 那 也是当面错过啊 他 他讲的你 你听不进去 你不接受 他对你就没有帮助了 那么能够 听这个善之士的 欠导 能够接受 那就是 他跟我们有缘啊 有缘 所以所谓啊 佛度有缘人嘛 那么现在我们 虽然啊 听这个秦书制药 蔡老师讲的 他现在是出家啦 这个以前在家的时候讲的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推荐啊 他讲的地址规啦 秦书制药 现在英国汉学院啊 也请他去授课 那么这个也是 肯定他讲的内容啊 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给我们推荐的 也就是我们老和尚啊 他老人家啦 给我们讲的 也是 等于他是一个 代言人 那么我们老和尚的年纪啊 那跟他的 大概是 爷爷啦 老和尚是爷爷啦 那我可以做蔡老师的爸爸啦 年纪大那二十几岁啊 他跟老和尚爷爷辈的嘛 年纪相差就很大啦 但是啊 邪无常识啊 孔子讲啊 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孔子都还像一个九岁的小孩 七岁啊 请教请教 相托 有一些他他懂啊 那么大人反而不懂 向他请问啊 拜他为师啦 所以邪无常识 实际上讲啊 人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啦 那华元清讲的 善才同子 参学啊 那大家都是善知识 学生只有他一个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啊 实际上啊 这样的 所以 这个 我们都要来学习 那么听讲啊 我们 听个一遍两遍啊 是一个概念 实在讲啊 印象啊 不深刻 印象不深刻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听讲啊 来测验啊 我们这个 业障啊 烦恼习气 我们听了 很欢喜 还是听了深烦恼 还是听了 乌糙无味 还是听了 想打瞌睡 还是听了啊 想赶快到外面跑一跑 赶快啊 找个理由啊 我要去办事 这个 我这样坐在后面啊 这样看啊 各种状况啊 你坐在后面啊 也是要 笼罩前场 这个也不是 坐在那边啊 当佛菩萨 给人家拜啊 所以主区和尚 坐在后面 是干什么呢 你要照顾前场啊 来看看大家的情况啦 然后啊 有什么状况啊 来给大家呢 这个 调理调理啊 这个 来跟大家提醒提醒 大家一起 鼓励鼓励啊 就是这个作用嘛 不然坐在那边干什么 不然坐在后面啊 不如供一尊活像 还庄严 比较庄严嘛 所以这个啊 我也是了解到 有各种情况 那么我 之前我也讲过啦 那你纵然来这里打瞌睡都好 那你纵然来这里打瞌睡都好 一直在那边睡觉也好 只要你愿意进来 那你不愿意来 我都一点办法都没有 像这个 广东洁阳啊 这个谢总啊 他就是办这样的道德讲堂啊 就是碰碰碰碰啊 但是我办 我办的会比较倾向啊 一门深入 那他课程很多啦 因为接引一些社会大众啊 大家一进来啊 心服气躁啊 那 很专一啊 可能大家都 打瞌睡了啊 所以他那个 每一节课都不一样的啊 而且有很多 不同的啊 大家看了 我每一节都很有新鲜感 接引出击 那实在讲要得力啊 我们还是一门深入 老上讲的 一个老师讲的 那一门功课 这门学会 你再学另外一门 那实在讲啊 这部群书制药啊 那怎么叫学会呢 听一遍就会了吗 不是这样 听了之后啊 你要明理 要解忆 真正啊 理解他的毅力 在生活当中啊 确实啊 能够去做到了 那什么叫做到呢 改变我们的心理啦 改变我们的行为啦 那这个才是 真正啊 心得 那么我们虽然还没有做到啊 就是坐在这里 听三堂课 大家刚才听啦 也累积了多少福报啊 这个大家不知道啊 如果没有蔡老师讲啊 没有老上讲 我们一般人也 不能够理解 货跟福 真的一般人啊 他没有办法去分辨的 那么我们坐在这里打瞌睡 也是有功德 因为讲的都是正能量嘛 就在那边睡也好 就怕你不进来 所以那个 结阳谢总讲啊 他不来 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说他如果肯来啊 跟我打架 我都还能帮得上忙 他刚刚跟那些人打架 那还有神经病的 都送到他家 都丢在他家门口 就送给你啦 他那个什么状况都有 他妈妈不要啦 神经病啦 他都常常接到这个啊 那么只要进入他那个 混为啊 对他就是有帮助啊 那么谢总他 这个道德讲堂啊 实际上讲 我很久之前 我就有想到 用这种方式 但是我没有那个因缘啊 没办法 这个 第一个就没时间 我很早就想到了 那这个谢总 这个做成功啦 也给我们一个 一个证明啦 证明的确这样 是有效的 因为现在善知识 好老师啊 也不好找 那谢总讲 好老师也不好找啊 如果你找一个 不对的 那个知见错误的 那来给你上课 那不如不请还好 请他越上又越麻烦啦 误导 那请神容易送神难啦 后面更麻烦 所以也不敢随便乱请 那么好的老师 你请他来讲个三天 还是一事无补嘛 他顶多来三天不得了啦 那三天 还是不够啊 而且啊 他还不一定有时间来 所以这个 他就想到 哎呀 那现在这个光盘这么多 排这个功课啊 而且他自己可以挑啊 哪一个老师 他自己先听啊 听着 这个比较好 这个挑出来 然后来排功课 那什么时候放也都可以 自己可以安排 那你请老师来啊 我还要看他的时间啊 所以这个光盘教学啊 利用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啊 那是很方便的 所以以后啊 这个双溪如果有盖 寺庙有盖起来啊 我的做法就是要办这个 道德讲谈 不能盖在那边干什么 打架 是非人我啊 造罪业啊 到那边啊 恐怕下地狱下得不够深 那花钱 造罪业下地狱 干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那这个我们盖这个道场啊 是要帮助成就大家的 学业道业嘛 念我往生的嘛 这个才有必要嘛 如果盖个道场 大家一天到晚在那边 生气生烦恼 吵架 是非人我 那这个 不如没有嘛 没有啊 还少招一点夜 有了夜的照更多 所以有道场啊 道场就是学校 学校就是要上课 那现在请不到好老师啊 光盘啊 是很好的老师嘛 那么现在呢 这个道德讲堂啊 光盘啊 网络啦 现在播清机啦 这个也都很方便啦 是越来越方便啦 现在甚至手机都通通可以收啦 但是你没有在一个地方 一众靠众啊 好啦那你手机你会听吗 大家没有这三天来这里听 你在家里你会听情书之药吗 可能有啦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有听得几首啊 有一个阿宾 这个阿宾是非常好的哦 一两个哦 那不成比例哦 所以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了吧 不能安排我也要 我也要自己订在这儿呢 我也要订掉了 我订在这儿就让大家订不掉了 我没有订在这儿 就糟了了了 所以他这个道德讲堂啊 就是谢总他订在那儿啦 找一些辅导老师啦 不然你光碟给他就好了嘛 你在家里听就好了嘛 他敢不听啊 就谢总他自己本身他给我讲啊 他说他以前是无恶不做的啦 真的是太上感应那些诸二章 他每一条都有啦 所以天天生病 而且全家人生病 做什么亏什么 头脑很好 但是那不是失佛就是意外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怎么会这样 他都没有办法想到的 后来呢真的是走投无路啦 这个这个 欠人家一身债 他在家里客厅啊 有一片和谐拯救危机啊 以前陈小旭在世的时候 请那个陈大慧老师 去拍摄的 你讲解的 那个放了三年啊 那个他都灰尘厚厚的一层啊 那天啊 很无聊啦 坐在家里不晓得要干什么啊 就看那一片啊 灰灰的放了三年了 动都没动过 给他拿来啊 拨看看 看到有个牢上 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啊 他越听越有道理啊 那才发现啊 哎呀 过去自己所作所为 都是很离谱的啦 很离谱 那后来才去找 才去找这光点 后来越听都 他越深入 真的是 让子回头啦 那因为他是通缉犯啊 我上个月 我这个月 上个月啊 去 节阳做法会啊 他还来看我 还送我一些东西啊 他那个做的啊 人太多了 做的哦 他那一万多人啊 做到最后啊 人太多啊 这个这个 黑白两道都去 都去拿他那边上课 那后来啊 被人家这个 嫉妒障碍 这狗 后来这个 都被关起来 现在他给我讲啊 改幼儿园 然后现在他改革开放 这个这个叫我去那边 下次去啊 要去他那边住两天 被幼儿园了 他说我这个有牌照的 现在改成幼儿园了 他做的很成功 那来那个牢上 都请那个日本前首相啊 秋山先生啊 都去他那边考察过 那关键啊 就是这个光盘 现在到处都有 人家他不会去听啊 就是要有人去带啊 所以这个带 带大家听的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像我这三天 就是我来带大家听啊 我如果没来 你们感觉很滑滑 什么发信 不啊 所以最好 最后还是我要出马嘛 那所以这个道德讲堂啊 关键就是那个带的 还有辅导老师 这个很重要 课后辅导 那生活上的辅导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蔡老师讲的啊 我现在用的这个方式啊 一门深入啊 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你听一遍 一个概念 听两遍 有加深一次印象 听三遍 听四遍 听五遍 听到十遍 你就有感觉了嘛 那有感觉呢 它就会起作用 就会在我们这个 身口 起心动念啊 三叶 身口意 三叶行为啊 它就起了变化了 变化呢 那我们人就改了 我们脸 第一个我们改变啊 那从脸部就看出来了 这个有滑喜啊 人的精神啊 身体也不一样 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 往往我们弃一桩事情啊 闷在心里 那这个 会闷出病来啦 这个蔡老师刚才讲嘛 那个一生气啊 那个称慧啊 称就是说 生气啊 发表在表面上啦 面红耳赤啦 眼睛大大的啊 那个叫称啊 慧就是两个土 下面一个心啊 那个心啊 埋在两个土下面 就气在心里 表面没有发作出来 那个肺比撑还更严重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病跟我们的心的确是息息相关啦 息息相关 如果人心开意解啊 身体自然很少病啊 重量有病是小病 不严重 心病啊 是最严重的 这个心病没有啦 那身体有病都都没有什么问题 也很好治的 最重要心病就难治啦 他那个心啊 他那个念头 他转不过来 那很痛苦的 很烦恼 所以为什么我们天然要上这个课 特别我们出家人更需要上啊 我们出家人替的这个光头是干什么呢 替的这个光头就是清凉嘛 拿摩清凉地菩萨摩沃沙 我们三十七年一直在念 你清凉吗 心里没有烦恼才清凉嘛 那心里一大堆烦恼 那你念的清凉地啊 也不清凉 念到生烦恼啦 还清凉什么 一点都不清凉嘛 那为什么不清凉啊 你不明理 你会生梦气 你会随便发脾气 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你怎么会得到清凉 造罪月啊 下地狱啊 以后死会死得很难看啊 怎么会得到清凉 所以我们出家人更要学啊 那出家人过去的出家人 他有修行有道行 他是给在家人学习的一个模范 一个榜样 在家人心里有烦恼来找出家人 出家人就帮他化解 那出家人自己现在本身 我哪有都比你多啊 我自己又化解不了 我怎么帮你化解呢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出家人这个形象啊 是代表清净 生者静也清净 清净心就没烦恼 那这个不能不学啊 那这个是基础啊 那不是说我们会念经啊 就行了 现在我们念经啊 只有读寿 没有寿词 在无量寿经 我看到啊 有人读一万多部的 有啊 但是呢 有的 有寿词的比较少 有 有的读了很多 但是他只有读诵 没有受词 没有依照经里面啊 去修行 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 改过来 没有 停留在读诵的阶段 天天在读 甚至会背 但是他没有受词 那在三十年三十几年前啊 我们老婆上刚 推广这个无量寿经 建大家背 有一次有一个机事啊 他开车载我 我去外面啊 要回情媒 他送我回家 回到道场 他给我讲啊 他说 武道法师啊 那个老上讲的无量寿经啊 我会倒背如流 他可以从后面倒背过来 一个字都不会错 我说太厉害啦 我真是自探不如啊 但是他说呢 我忘念还是扶不住啊 我可以一面背一面打妄想啊 不会背错 或者功夫了得啊 所以我看到会背的读很多的 但是啊 烦恼习气一点也没有改变 一点也没有转过来 那么他读经有读经的功德 念佛有念佛的功德 都被这个烦恼习气啊 冻结起来了 那好像啊 我们有存钱啊 念佛念你去就有功德啊 钱一直存进去 存在银行 但是呢 犯了法啦 那你对不起 你存进来钱 你现在不能用啊 冻结起来 等到以后这个案子啊 结了 消了 这个钱再还给你 那么我们现在生烦恼的道理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我们现在一直念 存起来 但是不能用啊 现在呢 念了没有感应啊 为什么没有感应呢 被我们的烦恼障碍住了 所以为什么读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就要修行啊 那不是说读了无量寿经 念了佛就能往生啊 你还是要得修啊 信念念佛啊 就是要修行啊 不修不行啊 不修不行啊 那个 这一点一定要 大家要记在心里啊 特别我们念佛人 要想往生 这个要记在心里 要修啊 不修不行啊 你不修 不要说灵命中啦 生病的时候啊 你可以试看看嘛 生病的时候你会自在吗 你还能念佛吗 你还要求 你还会发愿求往生吗 那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啦 你要修 这个才是正确的嘛 这个我们大家呢 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杰阳谢总啊 他这个道德讲堂啊 我们牢上啊 他也是 极力的去推广 他现在有很多办道德讲堂 像这个台南这个极乐寺 他们康侯泰其实啊 牢上请他带 他有对外的 那么我现在办呢 就是先对内部啊 我们职工义工啊 自己先上嘛 我们自己都不上啊 叫别人来上 所以就小猫两三只啊 所以我们内部 我们自己要先上嘛 上的我们得利益啊 那自然能感受很多人来嘛 这才是正确的啦 那我们大家自己内部的人都不上 我们做出来光碟是给人家听的 我们内部啊 通通没在听 我们法上不是二十年不都是干这个事吗 我们做很多啊 人家听了 人家都成就了 那我们不知道啊 没听过 哪里做的 我们做的啊 你有听吗 没有啊 全世界的人都听了 只有我们没听 所以我才要安排这个课啊 不然你说你忙 你忙 我也很忙啊 难道我坐在那里都没事吗 我也很忙啊 你说你有事 我也有事啊 我东东可以不来啊 忙也要忙里偷闲啊 我现在这个是基本上一年四季 这个这个先这个这个三天的 怕一次七天啊 大家受不了 三天啊 我知道大家都有点感觉吃不消啦 但是你坐在这里啊 总是有好处 你看刚才蔡老师讲 哦 你福报累积那么大 你赚多少啊 这个无价之宝啊 累积福报啊 不知不觉当中 都是在我们这个心啊 在累积的嘛 所以这个我是劝大家呢 工作可以放下 尽量来听课 听完再去做 真的放不下的那也没办法 鼓励大家都来听课 那么我们每个地方的道场都可以 比照这个道德讲堂 因为这个负责人啊 带头来写啊 这个会比较 比较好 比较好 那以后双击有盖啊 我也是想三下可以办道德讲堂 办一个星期的 这个初级班的一个星期 那谢总他那个高级班是三个星期的 那么三个星期就是 这一个二十一天 那三个星期啊 以后我们可以 在双西里面大碑那边有一块啊 可以盖一个 精进班的 那那边不要装电话 也不要装网路 你一直走到那边啊 自动收不到信号 就不用收手机 因为收不到啦 不用收啦 所以这次到澳洲啊 那个装饰也带牢上了 我们去看那个古邦吉 古邦吉那边啊 很远很深山 真的鸟不生蛋 旁边都没有人的 盖了一间啊 花了一百多万的澳币 我以为有人去住 他说没有 一个星期有义工去打扫 盖得很好 我就给装师讲啊 我说那个办打活七 办道德讲堂 那这个环境最好 你进去 你跑不掉 你跑 没地方跑 那就乖乖待在那里啦 七天到了 那才出来 那在那边啊 把这个身心沉浸下来 修个七天 效果好 所以 他那个地方啊 如果 我来使用 我会 我会办这个 佛七 一个佛七 那么也可以办 这个传统文化的 道德讲堂 也可以办 听无量寿经 念佛 比如说一天听 两个小时 老婆上讲的 大经科著 那我念八个小时的佛 那这个也很好 那念个七天啊 那人啊 总是会 多多少少都会改变 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 谢总他那边办道德讲堂啊 那些人刚进去啊 实在他也是很有办法啦 我就没有他的能力 因为他 他的 家庭环境 他的生活背景 也比较特殊 所以对社会这些 黑白两道啊 那这些人的心理啊 他了如指掌 那些人都不是信佛的啦 那怎么愿意来上那个课呢 我说你 你怎么有办法请他们来啊 他说骗来了 他说骗了 说我那骗来 那他来了知道你骗他 那怎么得了 他说是啊 他们来第一天第二天 我都不敢用正面去看他们啊 所以刚开始在办啊 第一天第二天 有很多人 我去那边就 发脾气啦 因为手机又收起来了 然后就一直质疑啦 这个也不要钱 吃也不要钱 住也不要钱 这个肯定有什么目的的啦 那埋怨身士气啊 因为开 因为在平常啊 一直画手机画手机 那些一下子没手机啊 他心里会慌啊 他会受不了啊 所以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后来呢 总是啊 能够住下来 那么到第一天 第二天就慢慢好一些 到第三天啊 就进入状况了 三四五三天啊 那听了就 哇 感受到了 到七天圆满啊 意犹未尽 那有的人说 哎呀太好了 从来没听说了 现在呢 那还想留下来 有一些人啊 留下来做义工 他义工都这么多 就这么来的 那有的开电动玩具的 听了七天啊 那电动玩具 亏本他也关掉了 就害人了 他不要了 那这个 你看这个效果啊 七天啊 就能把一个人啊 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个道德讲堂啊 值得我们大家来 提倡 来发行的 所以这个 七天啊 那效果是最好 那过去 谈息老法师 在香港打佛机啊 他也讲啊 打佛机最得力的是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因为第一天 第二天呢 刚进去 心浮气躁 心还没沉定下来 到第三天啊 进入状况 三四五三天 效果最好 到第六天 又不行了 佛机快圆满了 什么事情要办了 心又开始浮动了 所以谈老讲啊 当中三天啊 效果最好 不无道理啊 那这个道德讲堂啊 也是一样的啊 谢总他这个经验啊 很值得 值得我们来借鉴 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那这个我们要常常啊 多听啊 反复的听 反复学习 文理啊 里面讲啊 学而时期之不亦业夫 温故之心 这样啊 温习 旧的 会知道新的 意识啊 会在不断的出现 好 祝大家福费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